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现在要为各位同学介绍瑜伽的课程 现在为大家介绍教师以及课程的简介 简介的部分 瑜伽的课程每学期是一个学分 课程的教师介绍 我是冯嘉宇老师 很欢迎大家来选修我的课程 本科目中子是为了帮助同学了解 活力瑜伽不只是一种运动 将瑜伽的精神融入生活中 了解自己并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与情绪 藉由缓慢渐进不断的练习来认识自己的身体 以达到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避免运动伤害 在学习的目标 经由瑜伽的学习提升学生的激励的灵活性 力量跟耐力 减少紧张和压力 提高自尊专注力和创造力 以及降低脂肪 提高循环系统 刺激免疫系统 增进心灵瓶颈的感觉 在学习的对象 是为大二学生所开设的 在学习前呢 无需要任何的能力 只要你喜欢都可以来参加 在学习的方法部分 所谓的一步一脚印 学习瑜伽需要时间挤不得 更强求不来 学习瑜伽不二法门就是认真 放松 把瑜伽的时间当作你一天的休闲时间 放空一切 随着老师的引导 忘掉不如意 忘掉工作的压力 忘掉课业的压力 忘掉酸痛 每天一小时绝对会让你受益良多 在教学大纲第一周 在学习的主题里面 除了介绍老师以外 介绍课程 通常我会讲一些规定事项 以及一些试能的瑜伽简介 在第四周到第七周的课程 内容主要是以试能瑜伽为原则 主要是拜日十二式 在第九周 我们有一个评词的测验 测验的目的 最主要是让同学了解运动伤害防复 以及一般的运动尝试 在第十周到第十二周 这是四能瑜伽的综合练习 在十三周到十七周 主要是学习活力瑜伽 学习的目标是要强化肌肉的力量 以及强化身体的平衡感 最后在十八周 我们有一个期末的小考试 好复习拜日十二式 以及考拜日十二式 成绩的考核部分 在数科考核 我们考拜日十二式 占百分比五十 平时成绩就是到颗粒 一般的规定四项 我们占百分之三十 尝试测验 我们占百分之二十 在未来的学习方向 一个完整的瑜伽课程 包括身体的锻炼 与静坐的课程 以强化和静化身心灵 使心灵与身体和谐 达到乐观平静的生活态度 且能让人心情好转 变得更愉悦 未来的学习 如果能达到经脉的伸展 更可以抗忧郁 治疗忧郁症 平衡自然的神经 按摩内脏的体现 增加身体的免疫力 欢迎各位同学 来选我的瑜伽课程 谢谢